一名男子病奄奄躺在病床上 看得出来他全身浮肿 身上插有很多管子 还有密密麻麻的针孔 这里是柬埔寨金边的中检第一医院 一名31岁大陆的理性男子 他曾自己被拐骗到柬埔寨圈养 然后被大量抽血 平均每一个半月 就被抽了三瓶满满的血 或就之后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已经全身无力 坐椅子上 还送没有力血 连抬头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 然后他再就是 医生不是要抽血化验吗 从他身上抽出医术血了 家在江苏的理性男子说 去年六月有人介绍他到广西工作 而后被网路诈骗集团劫持 送到了柬埔寨 因为拒绝参与网路诈骗活动 多次被转卖 最后被抽血卖钱 现在强扯你的心理 自己不要抽 我自己用的 这个算是 这一次 欺负 理性男子被送往医院时 已经找不到血管 抽出来的血液 也是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缺血状况相当严重 我们那天的时候 已经找到血库 紧急借了四袋血给他 血一紧去人就军上了 那你说他是不是被抽血了 也是一筹莫展的时候 大使馆帮我们报警了 还好在经过书血之后 已经逐渐好转 至于详细的案情 还要等相关单位 进一步调查厘清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